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格乔治乌德智同志 3月19日因重病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周温来 邓小平等 以及各方面负责人 首都各界群众 来到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 调宴格乔治乌德智同志 格乔治乌德智同志 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忠实儿子 敬爱的领袖 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 3月2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周温来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 前往罗马尼亚 参加格乔治乌德智同志的葬礼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 邓小平总书记等到机场送行 这是济南部队某部二连司务长孙乐毅 他一九六一年当了司务长 始终保持艰苦苦素的作风 和吹噬班的战士们住在一起 他铺的 带的 用的 还是当战士的时候发的东西 孙乐毅同志 干一行 爱一行 为了担好司务长 他苦钻业务 成了全能吹噬员 孙乐毅十分品简 稍微以金两计算 他和吹噬员一起 改修炉灶一百多次 创造出省煤的炉灶 吃的 用的 都不抛费一点 孙乐毅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 但为了给前连同志调剂生活 用自己的钱买了这些大缸 做了各种咸菜 孙乐毅和吹噬班的同志们 进行野外吹噬练习 孙乐毅勤奋读毛主席的书 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在工作上 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战士们称他为连队的好管家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 第一届七十四名学生 都是工业战线上的优秀工人 他们经过四年半的学习 掌握了科学专业知识 在毕业设计答辩会上 著名的革新闯将王灵鹤 正在答辩 他的毕业设计是电容器损好脚测试仪 这项设计是列入国家计量方面的重要研究课题 甘伟梁小组 为上海电脚厂设计和制造成功 厂组加工及分类机 这项设计扩大了自动机床的使用范围 改变了原来单件加工的老工艺 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产品质量 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 达到了大学毕业水平 三月十二日 潜体师生 欢庆学校培养出第一批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 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招牌 闯进了非洲的心脏 利奥波德维尔干国 对干国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 企图控制全非洲 但是受尽压迫的干国人民 是绝不甘心做奴隶的 美国 联合国 什么朋友 不是跟着的 我还要他们心肝 我还要他们心肝 我还要你相信这些 这么说 罗蒙巴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这一点我不怀疑 孙子 罗蒙巴 死了 我 不强动 最大恶极的修小 有剩精献取我们的土地 用军劲赶走我们的自由 朋友 朋友 杠国人曾经信赖的朋友 尊敬的朋友 你 都不能够帮助强盗 来扶灭杠国人心目中的名灯 恶魔 骗子手 罗蒙巴 他们欺骗了我们 也是我们认错了人 现在是时候 是我们杠国人真正清醒的事故 没有别的 只有用我们的双手 用我们的心血 用我们手里的武器 打出一个新的杠国 你说们 你说们 我们的动作不是不利的 全世界革命的人民 都在支持我们 让我们训练 为杠国 效忠 解放军海军政治部 融工团演出的话剧 赤道战鼓 表现了刚果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实 表现了刚果人民 敢于战斗 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 首都著名医学专家 教授 老中医等 组成了农村巡回医疗队 来到湖南农村 为农民防病治病 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黄家四 内科专家 张孝千 小儿科专家 周华康 外科专家 曾献九 副科专家 林巧智 他们热情地 为社员看病 另一支巡回医疗队 来到北京郊区农村 顺义县 老中医叶新清 来到社员家里 热情地给群众看病 老中医朱炎 耿建廷 一面寻回医疗 一面在公社医务所 给农民看病 专家们还热情在土地 为生产队培养不脱产的保健员 武汉部队硬骨头六连 来了许多新战士 连长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是连队的光荣传统 让硬骨头作风 代代相传 连队给新战士最宝贵的礼物 是一套毛泽东选集 战士们首先学习 为人民服务 用毛泽东思想 武装头脑 提高觉悟 是过硬的根本保证 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 苦练过硬本领 永远保持战备思想硬 战斗作风硬 军事技术硬 军政纪律硬的光荣传统 是一套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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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技术硬的光荣传统 是一套毛泽东的 军事技术硬的光荣传统 军事技术硬的光荣传统 军事技术硬的光荣传统